直接在巴德大男市場前方 路旁出現排隊隊伍 走進一橋才發現 原來是桃園市議員巴德區 你猜選人趙宏勳 正在免費發彈 有感於近來全韓各地全彈嚴重 廣告業出身的趙宏勳 發揮行銷專場 準備了2000顆雞蛋 免人免費發兩顆 期盼能稍稍舒緩民生困擾 也藉此機會讓民眾認識自己 目前缺彈的情況很嚴重 然後剛好正這一波 缺彈的情形之下 小弟本人將在巴德參選 私議員黨內提名初選 然後也是剛好可以 趁這一波的情勢 用發彈的活動 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然後宣傳自己的一些文宣 作為巴德在地人 趙宏勳認為人有許多地區 並沒有被政府重視 因此今年他決定跳出來參選 還為此改了名 期盼能有機會貢獻家鄉 他也利用雞蛋作為禁血小物來創造記憶點 高層那邊 那邊的發展潛性很大 我們可以做一些觀光的設施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些縣市都有一些彩繪村 等等之類的 可以為我們就近的一些市民 可以為他們帶來一些生機 一些就是有就業的機會 今年底將舉行九合一大選 由於參選桃園市議員的擬參選人紛紛動起來 無論是掛刊板 勤跑基層 或是利用發彈來增加曝光度 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爭取選民支持 期盼能受到民眾青睞 獲得為社會服務的機會 記得劉宇婷桃園報導